我愛你 我愛你 阿玲回到娘家收拾媽媽的遺物 無意中被她發現了一本 很厚很厚的日記簿 最於好奇心 她決定看看媽媽寫了什麼 今天小玲, 你一個月長大了 你不肯喝奶, 又哭了一整晚 媽媽怕你有事 整晚都不敢睡 我不睡不要緊 最重要是你健健康康就行了 今天小玲, 你一歲了 你扭手要我抱著才肯睡 雖然媽媽之前弄傷了手 但是不要緊 只要你睡得甜, 睡得夠就行了 今天小玲, 你四歲了 我買了一盒顏色筆給你 你就畫得滿腸都是抽象畫 我抹了整晚 不過也不要緊 只要你可以落在其中就行了 今天小玲, 你九歲了 老師說你想補習班的時候 乞行睡 我猜你一定會很累 不要緊 只要你有足夠的休息 就行了 今天小玲, 你十八歲了 終於中學畢業 我感動到哭 還主定你最喜歡的海鮮餐 誰知道你和同學在外面玩天光 不過不要緊 只要你開開心心就可以了 今天小玲, 你三十歲了 你的寶寶都出生了 我教你怎麼照顧寶寶 你就跟我說 媽, 時代不同了 媽媽明白的, 所以不要緊 只要你們一家能夠幸福就可以了 今天小玲, 你四十歲了 我打電話給你, 跟你說生日快樂 你就回答我 媽, 我很忙 不要緊 只要你工作順利就可以了 今天小玲, 你五十歲了 我整天病都沒辦法去探望你 你也要圍著子女奔波很不空 不過不要緊 只要你們生活安穩就可以了 媽媽的日記 每一頁寫的都跟阿玲有關 媽媽一直默默地付出, 不問回報 但是阿玲呢? 阿玲只會想自己 阿玲很傷心地叫著說 媽媽, 對不起 只可惜 她以後都不會得到媽媽的回應 我也很感謝我的媽媽 一直不問回報地照顧我 現在還要照顧我的女兒 辛苦你了, 媽媽 我知道在這些地方 我做得還沒那麼好 但你依然會包容我 諒解我和支持我 很感謝你 而這個故事最令我感動的地方 就是講中了我做媽媽的心聲 令我反思到 就算生了孩子 也不能忽量你們的爸爸媽媽 因為沒有他們 就不會有你 更加不會有你們的子女 我們是子女的榜樣 你孝順父母 你的子女自然會孝順你 多點愛惜你們的爸爸媽媽媽 一起努力 ainsi出發 祝你